这两天的网络上有一位充满责任感的司机获得了上千网友的点赞 13号下午福建客运的驾驶员陈亨群在行车中途发病 他打电话求助后坚持了30分钟将客车开出高速 硬撑着最后一口气把12名乘客安全送到服务区 自己却倒在岗位上 据了解陈亨群所驾驶的客车13号下午4点30分从咏春出发 车在视频显示下午4点50多分的时候客车司机陈师傅就有些难受 随后在车上喝了水吃了药并且一路上不时的调整自己的身体 一直到了下午5点13分身体不适的陈师傅拨打电话求助 17点16分客车使出先由大计高速出口 可以看到当把车停好后站起来的陈师傅身体有些摇晃 拿瘦子 拿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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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把鸡脚倒一起 助手 拿鸡脚 我在这边大气 高速 我这边司机 那个好像中火到部署 赶紧帮我们教一下 进屋这一下 而就在车上乘客拨打120电话的同时 客车司机程亨群已经倒下 虽然现场乘客和收费站工作人员 采取了紧急措施 赶到的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 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但是程亨群还是在13号当晚不幸离世 据了解 当天程亨群驾驶的客车载有12名乘客 而他在发病时并没有盲目地将客车停在高速上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 如果车子随意地停在那里 那会造成很多的伤害 采取的措施应该也是很得力的 目前程亨群的善后工作还在进行中 据了解 程亨群今年才47岁 他的突然离世给家人带来很大的打击 而他在生命尽头所做的一切 也让家人感到欣慰 这次发生这种意外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同时我们为他就是要给他一个点赞 就算了 你这么容易拿到达吗 你是否不愿意看到到 你这样的决定 但是我听得那么多的 对 你这个人 还是你这样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